大家好,2023年2月2日,星期四 今天恒指出了一个不太好的样子 刚才写稿的时候,没有留意恒指后来的走势 但今天也预认了有机会是高开低走 结果真的是高开低走 因为前提是,首先人民币正在高企 而DXY是很弱,甚至破底 源于昨晚美联署的一个夹派言论 不过如今早早上明灯所说 这个言论看不到很夹派 看不到有什么很夹派的讯号 特别是封了后续减息的预期 大家说今年不会减的 虽然你说而已,他未必相信 但市场仍然抱着对赌心态 认为你没有什么可能不减的加息 下一次加不加息都可能还在问 其实真的猜不到 昨晚的视频也有提到通胀的情况 他也猜了,因为这样 你没有什么可能不减的 底气来自于哪里呢? 就是来自于这几天的数据 赵飞龙、IPMI都不太好 他在这样的情况下 他直接跳过了衰退 直接就立即炒你 停加息 虽然我也猜 整个步伐也是这样的 但我仍然认为 他应该会有衰退的调整 你看到EPS在2021年和2022年的S&P EPS是跌下来的 有什么理由你不去做一个重股呢? 而且数字好像今天那样 你看到昨天的Facebook 也不是很漂亮 但它已经升了十几 唯一说的就是 他预期的换约人数 20亿 但是问题是这样的 换约人数20亿 但是你的EPS也少了这么多 怎么叫好呢? 很严重 同时就是 他自己说明年开支会减慢 逐步会降低 比别人的预期低 但是也不至于你升了这么多之后 再加了这么多 如果你说一句 我减慢Metaverse的投资 那可能会好些 但是不知道 市场要炒起 就炒起了 但是在这样的前提下 就是说外围数字 有外围的一个加息的背景 人民币的背景 美金的背景 但是港股的高是抵袖 我觉得这就不太好 而且今天我们还要面对 EURZONE的结果 除非他们说 不是加0.5 否则欧洲区的货币 和美金的息差 其实已经拉近左右 只是说到底市场 是不是已经提早价钱了 你也预计了加0.5 我已经价钱了 所以强的欧元又出来了 弱的美金又出来了 当这些东西虚子落地之后 会怎样呢 还是不是 我就是要等你的结果出来 我才再升一阵 或者再跌一阵 这个我们就没办法估计到 这个就不是我们操作到的事情 但是 但是这件事 应该都好像美联储那样 言之作作 你已经知道了 但是市场要推 要推 那一个消息 我们也没办法 反而去到那些位 我觉得就 就不是一个 短炒就可以了 或者炒一下博一下就可以了 但是你说 因为这个原因 我博力一定开大 我就觉得不是 不是那么好 如果你说是这样的话 当然 出来的结果 0.5 然后 欧元强 自然美金就弱了 对NQ的影响自然 就会比较正面 其后 要面对的是什么呢 就是CPI 和PPI 这次的PPI 将会是2月份 相对来说 比起2月份的CPI 要有更强的指导作用 正确球是说的 假如美金那么弱 人仔那么强 那么 真的有机会先推高PPI 如果稍微推高 或者方缓 或者同比还比下 同比可能就弱了 但是 还比下 它会不会 咦 没有你预期 那什么呢 市场时达 只要一件事来炒 他喜欢炒什么都可以 所以这个就要注意 如果他不是说 他是帅哥 他帅哥 那他帅哥的话 自然就当然是 没事了 没事 回来港股这边 我们今天就先升了 二百多点 然后就开始下跌 最后就在军线游走 那这个状态 这个状态 这个状态 已经是最近的第四次了 那么 如果你说 在整体的背景上 配合的时候 那么 如果你说 我还是要继续上升的 即市场应该是强的话 那 就真的不是很相似 不应该是出了这样的走势 如果你看看这三小时 四小时的图 这些样子不漂亮 当然 你可以说 有支持他再上也行 我也不敢说 百分百不行 但是 如果你看看技术的话 我就觉得这样 就不是那对路 前面那段时间里 也不是怎么出现过 类似的走势 即不是很多 这么大差距的走势 而周线 周线也在上升轨 在上升轨道 捱住了 那他穿不穿呢 如果他是周线 即今天也星期四 明星期五 除非今天有什么特别事 要拉高的 否则 阴烛的可能性也很高 明天 如果下个星期开来 又是高开低走的话 我想要回一回调 回一回调 回一回调 仔细的位置就没看 大有就这样评估 那月线 月线 没走完 刚刚开波 现在二月 但是如果顶做了在 然后二月是跌的 那边跌多跌少 那也不漂亮 除非你冲穿22700 还有你觉得奇不奇怪 其实我觉得也不奇怪 因为上两次的顶部 都是在这个位置 如果你用一个大的角度去看 那香港的广股值多少钱呢 那仍然是在这个位置 顶部就是在这个位置 唯一不同的就是 阿里巴巴没有突破 阿里巴巴也是维持到120未到 这个位置 就扯回来 那你说 如果在说自己 香港本身的问题 香港本身的利好 我就看不到了 已经差不多了 出去了 唯有外围的 那些会教问题 会影响他 那能否影响到呢 也不知道今天已经有一个差戒 在那里 有一个落差 在那里 所以这个就留意 我不是想尝试去 不停给一些坏 一些淡的状态 而是其实我是偏淡 但是我也不敢说他一定淡 那是六和四 这样的心态 所以两边都一起做 那六更多一些 但我也不敢乱做 因为你 你随时资金一涌进来 我就对了去 我是偏向这样 我认为理性地 都应该要调整 才行 那 今天也跟很多很多人聊天 今天答的问题也多了很多 那就是 其实 不需要担心的 走到这些位置 就算你说他高也好 不高也好 其实如果你说有 历史支持 他也有支持 在前面几个顶 都是这个位置 不突破 不想 也是很正常的 回套 回套到多少 回套到千万九五 两万万九五 我第一次 去年第一次 认真入市 就是这个位置 我也觉得这个位置 是值的 但是我认为 他真的要再下跌 应该会这样 但出不出现 不知道 还有时间 连续 是怎么走 也不知道 那么 我依然是这么说 不去估市怎么走 不去估市 升多少跌多少 而是当他 走到这样的时候 我们怎么做 他跌到这样的时候 我们怎么做 反过来 我不估计 是你告诉我 你怎么走的时候 我怎么做 记得 那个概念是完全不同的 明天再说一下波幅区间 每个月都会说一次 明天再说 今天不够时间做 本来其实车股都不错 虽然那些卖车的数据 明明就不一样 但也不知为什么 会解读为不错 早几天也说过 说Tesla Tesla那条片 拿来看看 那条片不是那么多人看 但是Tesla那条片 说了他和中国里面的车 那些关系 这个就是Tesla 也说了减价 他减价 对于国内的一众新能源车 一定有影响 其实最后小鹏 未来也走出来说减价 而减价幅度 也不小 也不小 好像最多是10万 不过 执行长 真是慢动作 这些东西 你一看到对手做事 你就立刻要回应 否则我不知道你现在做什么 我是很不明白 他们是如何考虑这个商业的决定 譬如 现在你是被Tesla 吸引走那些人 隔了半个月 你才走出来说减价 有什么用 你和他是一个 虽然你不是完全直接 但是也说了四分三是直接的对手 难道 未来不是对着比克迪的 不是直接对着他 你给人的印象 你也是对着Tesla 这类型的 特别是你 你现在才来做 那要劈的 什么意思呢 假如这个人 他已经在你两者之间 去想买哪个 如果你隔了两个月 隔了两个星期才做这个决定 那要买你的 可以买你的 而又想买Tesla 就被Tesla吸引走了 是不是 那 那 如果不是的话 你现在 砍下来 你只有砍字而已 没意思的 就是怎么样 呃 呃 你减了价 但是你本来目标的人群 又被人拿走了 那你面对着什么呢 我都不太清楚 你当时人家砍的时候 你就应该一起跟着砍 就算你不赚钱 你也立刻抓住那些人 输人不输赠 你如果这样的话 你全都没有了 你是两样东西 就是人财两失 本来你就只是失财不失人 现在你是人财两失 现在你减了 是吧 就是想买你的东西 而 你怎么说呢 就是你现在减了下来 你想做到的效果是什么呢 就是你想买你的车 本来想买你的车 或者本来想买Tesla的车 而在Tesla减价的时候 不让Tesla 就是抢酒 是等你减价 然后他来买你的车 难度跟上货升差不多 是不是 如果不是 你现在减价 而本来騎场的那些人 Tesla减价都不买 他都不买的了 是不是 那你现在减了这么多 那你就就赢了那些人 无端端你是不是送钱给人 给人洗 古时有一个洗冤录 很久以前 我写了一个表格 就是给我的孩子看的 就是你每一种减价 你的目标人员是谁 为什么 做什么 结果是什么 为什么要这么做 做不到会有什么反应 做到会有什么反应 这些是清清楚楚写的 你正在做那些 我不知道他们内部的营销 有没有想到这些问题 唉 要是很简单 本来都没有人想买你的 那你现在减价 不减价 也没有什么影响 影响也不大 否则你现在减价 纯粹去参加派对 这个小朋友也参加 很多时候都是这样 你真的以为他们很聪明 不是的 说得难真 真的有很多 我看着你 你做什么 或者是 happy together 大家一起做个派对 如果不是这个动作 说真的 你迟一两天做 我可以理解 始终都是要虚钱 要算一下数 按一下计数机 你迟一两个星期 我都以为你放弃了 但是最终 我预期你们这些人都要做 不做 因为你的心理里觉得 不做 我每天都连少数额都没有 不好意思 你现在做的 是连少数额都没有 消数额都没有 消数额都不会多很多 你看到后面 看到 Tesla就赢了 头淡汤 所以我当时说Tesla 那条片子 我就再说 他真的是神人 他是先揭起 自己先揭起那个减价战 我先断臂 害到你是粉身碎骨 这些就是聪明人做的事 你明白吗 下棋就是这样 所以你现在才做 我完全不明白你的目标客人是哪个 你的目标客人就是 我现在去抢理想 抢小鹏 抢哪吒 抢长城 还是你想抢50 你想抢哪个呢 究竟目标是哪个呢 从整个动作来看 一路都强调 买公司 就是买管理财 除非你买股价炒股 你公司买一间公司 我就买小鹏 也不会买未来 小鹏的速度快很多 完全不是那回事 如果我作为投资者 我想我不单单对你这个行动的失望 就是失眠 而且本来想着上去继续补贴 其他地方会跟着 不过也没听到 如果真的不出台 或者一个一个分很多次出台 这个消息有就等于没有了 不断消化不断消化 就没有了 怎么也好 这个汽车混战 可以投机 投资就自己小心一点 要留意很快 整个态势变得 特别是 现在他也用一些 我觉得不是那么好的数据 当好数据去看的时候 就更加要清清灵台 去想一想 究竟是不是 喂 今天这股股有分别问我 我是不是 可以买给阿迪 同时也有问 吉利 不行就不行 昨天可以 不代表他今天可以 觉得这件事情 你自己要知道 也不是说给阿迪 是不是给股神股 股神股 那天说给阿迪 就是股神股 你一定有他的原因 你看完他的数据 就知道他的原因 最后就回应一下 今天 不如儿童也有 两个股友问我 关于买楼的事 现在应不应该买港楼呢 首先就从数据上看 今年农历年的七月时间里 有八十多宗私楼的成交 听说是平了2011年的记录 过年前也有不错的一手反应 一手的数字也买得不错 这个原因应该是大家想着 呃 即是国内人来买楼 大家都这么想 但是底层来七月 我分析过 看到这里 你也好像觉得 柳月市 小阳春 但是价格方面 我不知道怎么增长 你可以买很多 你可以是 大减价 卫康 大减价 卖很多 但是利润无利 自然就少了 这个我就不知道 不过两价就是先有两价 后有价 但是外面又传出什么不少的消息 有些国内人来买楼 买楼 但是这些只是消息层面 我们是很真心的 可能一个两个出来说 然后被媒体炒作 可能是这样的 但是是不是呢 我们也不知道 不知道是真还是真 不过我之前也分析过 我也觉得 没有什么特别的理由 特别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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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要买楼 我觉得情况只有这样 唯一就是 因为很便宜 那些楼很便宜 便宜到香港的人 都不敢买 而国内的人 跨境下来都要买 是不是 合不合理 否则的话 你独自自己 有一个理由 要自己下来买楼 但是你知道 那些钱多难搬下来 还有人下来也多难 不是以往那些 不看楼 只是打电话 和阿督那里两间 后面那里三间 那间也要买 不是那些年代 那 你想想 我看不到 突然这样 下来搞 特别下来买的 好像是不会的 什么情况 什么情况 会有可能 譬如你说 好像每一个角度 要不就好像 那些楼市已经很好 而那些楼市已经很便宜了 比香港住的人 不论什么人都在抢楼 不断抢 不断抢 所以一开关 好像跑马开闸 就冲下来买一份 那这几个前提 我认为这几个前提 不然有什么独立的理由 他要特别下来买 那些个别的人 当然会有 家庭 或者一些走钱 或者搬钱 或者投资 会有 但这不是一个大量 不是AA在说的大量 我自己比较无能 我看不到这件事 而之前我的判断 都是说 我不认为会发生这件事 所以我都跟AA佬友说 你们真的不要好心 你们不要困人 不想说了 不想说了 那之后买不买得呢 楼市向来就跟股市 最后大约六个月左右 但现在资讯不发达 还有股市跌得太多了 你说短点 那就是觉得 值得买 出来发点 短了的时间 也是合理的 如果你说这个情细没有变 那楼市可能也会有 一头半个月的好选 就是会有这样的状态 那 那 假如你说股市 稍作一个回调 而回调的深度 我们就不猜度 多和少 只是说 横盘的时间比较长的话 那也会对后市 楼市的 抠口头有所影响 难免有多了一个 议解的空间 无论如何 这一刻 我想你也不会觉得楼市很刺烈 所以稍作休息之后 就容易出现一些 急和方的业主 出来 变相多了一些现在的空间 加上我们今年自身 还有两个政治考虑的问题 到时候会不会有负面的影响 都不知道 而到这两个政治考虑 这里不多说了 继续 香港楼 因为案件完成度比较高 所以要大一点 其实也不容易 不过你要 考虑的是什么呢 就是结构 所谓没有什么案件 其实都是指三四十年楼 或者二十年楼 很多都可能工断了 很多都是上一代人 就是整代人在住 或者已经住得差不多 工员也没有什么压力 但是如果他们不移民 他们多数都不会卖楼 分支家庭就和他们再找 会这样 所以你说这些旧区 或者好一些的屋苑 消费完移民盘之后 估计下跌的幅度也有限 现在你说 在香港的本地经济 也没什么理由差过疫情那三年 特别差过去的 就不会 我想最坏的都是差不多 那你说断工的个案 会不会很多呢 我想可能某个程度上 上一下 然后慢慢去持平 就不会特别多 加上利息也不是真的很贵 我想从供款的角度看 这么极端的 其实这是一个很好的压测 一个很长时间的压测 就是美金升得这么高的利息 那么极端的利息 都 香港的供楼的利息 也不是这么高的时候 其实就挺好的 压测其实不需要提到这么高 某程度上 而 我想从供款角度去看 要这样令到楼价下跌的机会 就不是很大的 就是要跌的日价 应该就出了大部分 而唯一就是近年 近几年的新楼 买入的人 如果你说 做很高承受的安揭 或者楼价 新楼在某程度上有些煤条 那些煤条比较多 再加上 或多或少 这几年的经济 它也是有点压力的 在这里的话 可能真的会有多一些盘出来 那些价格可能是比较美的 而且可能也是 对应以往价格来说 相对吸引 过了这段小阳春之后 可能它又会有点压力 这个也有可能 是一些相对新 特别是偏远的那些 那些就会有这些情况 而假如股市真的回调得多 那自然的恐慌也会增加 我不是在猜测股市是回调多少 只是说 当你发现股市回调多的话 那就等下再买楼 是吧 等股市走得多些 你才去买 而我也是说那几句 也说过很多次 买楼是说定位的 说定位是说人群的 不适当的人配合不适当的地区 不适当的楼 不适当的楼市是不会好的 你可以自己想想 根据这个原则 香港的楼市会怎样呢 会怎样发展呢 或者再简单说 我现在人口有800万 当中有600万都住劏房的 哪怕你只要一间天晒 他也不一定会发市 不一定会凌价 这个人群的结构是很重要的 很多事情也要说定位 不是你想说就说 不是理想说是就是 不会的 这些是一些天然的法则 做生意也是首要的 另外一句就是 楼市也没办法说 大约跌10% 大约跌15% 这个是笼统的说法 就是吹吹水 但我也没有办法 找一个理据出来 它一定是这样的 不同地段 不同人口结构 都会不一样 所以我们就不要这样去想 或者认认真真买楼的时候 应该自己去研究一下 那个区域是怎样的状态 而我们也说过很多次 我们看到的新闻说 什么楼价创新低 什么楼劈价 那些其实都是 一些楼层 景观 质素 都不一样的楼 或者业主有自己的原因 比如等钱还债 医病 买新撞符 买楼撞符 我们不知道 所以你说 喂 听到新闻说 你听到就算了 不要太上心 不要太在意 否则你也买不到楼 你又等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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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 你哪里才知道是底 然后买楼就没得分住 你落到底 然后再打上来 你才去看楼 楼价 楼价也升了5% 很多的情况 所以我一直说 你的楼价跌 你就可以去看楼 你感觉一下市场的气氛 感觉一下楼价 然后尽量去找到你想要的 大约判断大市的气氛 其实就可以了 你的所谓底买楼 应该是利用气氛 那么向你心仪的物业 作出一个劈价的行为 然后尽量省钱 你拒不了尽的 那就尽量做 还有我们说的就是 我们买楼是自住 现在不是说投资 不要搞了 你先投资住 先顶住 都可以 但是现在买来 真的投资的话 我就觉得 就 不是 不是现在说的 讲了好几年了 那 而我们现在买自住楼 我要的是什么 要的是 未来十年二十年的 美满生活 不是说 为了那二三十万的折扣 如果把那二三十万的折扣 放在这十年二十年的生活里面 都是一两万元而已 一年才是一两万元 值多少钱 如果你是为了省这些钱 然后最后牺牲了自己的生活质素 我觉得是得不常失 所以买楼 而买好的楼 適合你的楼 漂亮的楼 你就需要时间去找 而那些楼 你觉得你喜欢是好的 就不一定是便宜的 便宜的幅度 有一个抱 所以这个 自己也要 衡量一下 当然讲这些东西 前提也是有能力 有资格的人 不是说所有人都是这样的 如果真的没办法 只能够将价就货 但是既然有这样的机会 你也已经买便宜了 好自然就应该是珍惜 有没有机会给你买一个便宜的楼 就是这样想 不用想到太绝 好了 今天就讲到这里 多谢大家 再见 拜拜